各位姐妹 主日平安 平安 在这两周 领会的牧师长老 都有提醒我们带小孩的父母 我们不是在责备孩子 我们是在责备父母 那我要特别的讲 这也不是他们牧师长老个人的 看法 这是长老会的决定 在教会的章程 确定教会的劝程 当中最轻微的就是公开责备 所以长老会决定公开的责备 那些不责备自己孩子的父母 公开的批评那些在崇拜的当中 不管束自己儿女的父母 也警告那些尊重自己的孩子 胜过尊重耶和华的父母 我们不单单是为着公共崇拜的赐讯 这是一方面 因为主日的教会的崇拜 乃是这个地上最重要和最庄重的聚会 在大地之上 没有比主人崇拜更庄严的聚会 同时我们也来是提醒父母们 记得你们把孩子带到主的面前来 接受洗礼的时候所立下的誓言 要从小照着主的道 教训自己的孩子 使他到老也不偏离 我们来是警告父母对孩子的教育 到了一个危险的地步 我们也鼓励教会的主日接待的弟兄姐妹们 我们也授权给他们 将那些暂时脱离了父母的管束的孩子 如果他在那里打烙 如果他在会堂里面走动 而父母却没有去管束他 那么我们请主日接待的弟兄姐妹 把自己孩子带走 所以请父母到主日崇拜接受之后 去认领自己的孩子 有的时候牧师本来不应该做恶人 但有的时候就是必须要做恶人 在教会常常有的时候 然后同工们有的时候不敢去遵守教会的规矩 然后他们就对那些弟兄姐妹说 你们请照王仪牧师 所以就找到我 我就说不可以 然后我就当恶人 有的时候我也听到主日接待的一些弟兄姐妹 他们也很为难 他们说有的时候一去干预那个孩子 就看见父母的脸色就变了 所以他们也很犹豫不敢去管教那些在会堂当中 不守规矩的孩子 所以我在这里也要鼓励这个主日接待的弟兄姐妹们 因为你们负起你们的责任来 无论是牧师的孩子还是长老的孩子 如果他离开了父母的管束 在会堂当中不守规矩 而父母却没有来出生禁止 你们就把他暂时的带离这个会堂 请他们的父母主日崇拜结束之后再来认礼 以前我刚刚服侍的时候 有一位牧师讲到一个例子 他就讲说 因为那是海外的华人教会 他们每天每次主日完了都大家一起有爱宴 有很大的教会里的餐厅 我们也很想有这样 然后没有这个条件 那教会就立了一个规矩说 所有的人包括特别是小孩子 必须把自己盘子里的饭吃完了才能够去添 但是有很多的孩子 他们就特别喜欢吃某一种菜对不对 那他们就盘子里还有很多 但是他们要 他们这些不要了 他们又另外去添菜 童工们不太敢执行这个规则的 然后那天他说 这个主任牧师就拿着瓢子 站在那个咬饭的那个地方 有一个小孩子就过来了 那牧师就跟他讲说 你还没有吃完 你为什么要来添饭 你要把他所有的东西都吃完了 吃完了过来我再给你添 我那个孩子很委屈 想吃东西没有吃到又回去了 过了一会儿他爸就来了 那个说你不能添饭 然后一看 一看看到是主任牧师站在那里 牧师说就是不能够添饭 你要回去让他吃完才能够过来 然后那个牧师就说 我连着做了三周的二人 之后呢 然后我就照那些同工们要遵守这个规矩 所以我恳求有孩子的父母和没有孩子的 弟兄姐妹们 我们都同心的来为着教会的后代 他们不但是每个家庭的后代 也是神的儿女是这些教会的后代 我们也特别为了他们 我们也为了主日崇拜服侍的那些同工们 我们一起为他们祷告 所以他们有的时候是很难的 如果父母不愿意配合 父母不认为人家是在爱你的话 他们很难 他们很难去做 所以我们一起地团来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 好主啊 你将你自己的孩子赐给了我们 你使主耶稣基督到全肉身来到我们当中 我们看到他隐藏了他的荣耀 隐藏了他的能力 他在我们的当中 智慧升量 神病人爱他的心一点点的增长 主我们也这样为着教会的每一位的孩童来祷告 求主在这一个圣诞节期要到来的时候 主啊 你透过你将你的产业赐在你自己的教会和他们的父母的手中 你也使用他们的父母和整间教会来使你所爱的人那些的孩童 他们智慧以身量 神病人爱他们的心都一同的增长 主啊 这样是我们来纪念你的方式 这样是我们来看到福音在我们当中 真的活生生的那一位曾经到成肉身的 曾经在马草当中的婴孩 曾经在十二岁的时候坐在殿中与人面论的那一位的主 耶稣基督就真的活在我们的当中 主我们感谢赞美你 求你帮助我们 求你使我们在你的圣殿当中的时候 哦主啊 我们实在是 因你的恩典而恐惧在今 我们也因你的恩典而欢喜快乐 求你使用每一次教会的崇拜 每一次神的话语在我们当中的传讲 每一次献上祷告跟诗歌 使得那外邦人若是来到我们的当中 他们就能够俯伏他们的心说 神看来真的在他们中间 感谢赞美主 愿你的话语 借着我们的祷告祈求 并圣灵的工作 今日成就在我们当中 听我们如此祈求 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灵 阿们 这一段的故事呢是讲到 离别与相会 21章1开头的第一个字 在原文中就是离别 因为离别了 你复所吗 在那里已经经过一次离别与相会 接下来到耶路撒冷的路上 不断的经历 每一次相会都是离别 每一次相会你读到 都是好像内眼汪汪的 每一次的离别也是相会 那我们就看见保罗不断的走向他的死亡 我们就看见保罗不断的走向他人生的 那一个目的地 所以昨天我写了一段守主日的 一段的话说 义人的命运是在地上分离 天上相会 因为在地上我们总是要分离 恶人的命运是在地上相会 天上分离 如果你的人生的目标只是在地上两相厮守 那么天上的分离 却是一件更加可怕的事情 但是谁能够想象这么大的恩典呢 就是在地上也相会 在天上也相会 所以我说 祝福那些在主日 在地上乃与主相会的人 即使留着内 人是何等的幸福 在这一章当中 如果你看到保罗每一次与弟兄们的相会 每一次与各层的教会的分离 留着内 却仍是何等的幸福 一个不断的 主日也是来表达这样的一种信仰跟人生 就是不断的离开这个世界 不断的走向主 不断的走向那一个 凭着信心而不是凭着眼见 所看见和进入的神的国 那上一周呢 他们归正学堂有七中的考试 好了我就问这个我的孩子 他们在他叙述讲罗德的故事 我就问他一个问题 我说 罗德的妻子为什么要回头呢 他回头就变成了炎柱对吧 他为什么要回头呢 我的孩子他回答得很好 他说第一圣经没有记载 第二他说但是我猜 这个很正确 圣经没有记载但是我猜 因为在城里有许多财富 所以我想 这也是我们常常回头的原因 对吧 在城里刚刚买了房子 在城里有许多的东西 我们讲到整个使徒行传乃是什么呢 乃是出城又要进城 乃是甚至我们说到是 保罗是以牢教的方式去开始他的宣教的历程 所以现在他就要来开始这一个被捆锁的被牢教的方式来宣教 我们在整个使徒行传当中看到这一根的主线 甚至在2000年的教会历史上看到教会传扬福音 信靠耶稣基督的这一根的主线 你是宣教吗 你是宣教 你是被牢教吗 你也是被牢教 差不多牢教就是宣教的方式 也就是说你始终要为福音来受捆绑 你始终要为福音来受委屈 你始终要因福音被这个世界拒绝 然后你不断的保罗在菲利比书3章13节那里 表达了一个的态度 那个态度是跟罗德的妻子为什么要回头 相反的一件态度 我们都常常的会记得这句经文 就是保罗说我只有一件事 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所以我们在这一章的相会与离别的故事当中 看到的那一位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保罗 看到了那一种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人生的态度 和信仰的态度 他们一路经过许多的地方 有一位的自由派的学者 他这样子来评论保罗 帮忙也包括路加 他说保罗这个人缺乏艺术细胞 何以见得呢 因为他一路在希腊各层里面走来走去 亲眼目睹了无数的艺术品 伟大的珍贵的建筑 许多美丽的事物 许多美丽的事物 我到了这个徐州 江苏 那个是中华 那个中原地带跟我们四川真的不一样 那个地带 我就看见那个长途客运车 在我面前过 长途客运车上面就写着四五个五六个不同的地名 他要去哪里去哪里去哪里 我一看 全部都是我在中国历史课上学到的地名 全部都是那些著名的中国历史当中的地名 我们四川一个地名都没有 你在四川根本没感觉 因为你的历史课一个地名都没学过 中国的历史的中心都是在那些地方 对不对 所以我到那里看那些汽车上写的名字 每一个都是我很神往的 每一个都是我从小听说过没见过的 都是我知道有一个伟大的人物 或者历史上有一个伟大的事件 有一个伟大的战役在那里发生的 我忽然有一种那种很奇妙的感觉 所以保罗在这一段里面也是一样的 他们先去到格斯 格斯那里有一座相当著名的医学院 同时因为它也是希腊的名医西伯克拉底 因为每一位学医的如果我们当中有 你都会知道西伯克拉底誓言 对吗 每一位的医生都应该 我不知道中国的医生会不会宣誓 每一位的医生都会宣誓 而最早的那一个医学的誓言 就是西伯克拉底 你要知道路加斯医生 这就相当于一个木匠到了鲁班的家乡 居然没有流露出一点点 这个很神往的神情 然后他们到了罗底 罗底岛上有一所很著名的大学 在那里尤其是修持跟演讲 在那所大学当中是很有名的 并且岛上也有一座巨大的太阳神的树像 然后他们到了推罗 推罗是整个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商业的城市 所以跟这个相应的就是你看到了一个词 就是保罗坐船 然后那个船到了推罗就卸货 卸货这个词呢 在整个新约当中就只出现这一次 就是在推罗 他只在推罗卸货 所以你就知道保罗一行是做什么 商船 就是像现在他做的是那种 运那种大型的集装箱的那种远洋的货轮 同样当年马力逊来华的时候也是一样 他是做东印度公司的商船 因为那个时候只有东印度公司 才有船开到中国来 所以一直都是这样 有人忙着赚钱 有人忙着传交 保罗那个时候在地上 在那个时代在地中海奔波的人 只有这两种人 第一就是做买卖的人 所以只有商船 那个时候没有什么客轮的 大家没事做什么客轮呢 没客轮的 在当时比如中国跟英国之前 也没什么客轮的 你只有搭载 传教士只有搭载什么呢 商人 因为只有这两种人 人是肯冒险的 商人肯冒险 船教士肯冒险 所以船教士就坐他们的船 其他的人呢 不愿意冒险 对不对 要到达现代社会 大家才去旅游 才去有各种其他的目的 那 让我引用论语的一些话 在论语言渊篇里面呢 讲到一句很著名的话 就叫做四海之内皆兄弟 有一个人他说 哎哟人家家都有兄弟姐妹 我们家没有 哎呀就觉得有点孤单 那天学堂的杨老师跟我们说 说他叫小朋友起来讲 今年最感恩的事是什么 王苏亚呢是第三个 第一个站起来说 今年最感恩的是有了一个弟弟 然后第二个站起来说 今年最感恩的是有了个妹妹 然后王苏亚站起来 他一下子都不知道该说什么 因为我今年又没有弟弟又没有妹妹 所以论语当中那一个人也是说 人家都有兄弟姐妹 我们家没有兄弟姐妹 然后那个人都讲说 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这个是我们中国人的一种的 一种的好像儒家的伟大的理想 不过呢 我在以前就写了一篇的文章 叫做四海之外皆兄弟 因为四海在中国的古代里面呢 四海之内的意思是什么呢 其实也就中国这块地方 它不包含所谓的四夷 它不包含现在的夷族梁山阿坝 它不包含中国文化之外的地区 张宅有一句的名言 也是中国文化当中很著名的 叫做什么 民无同胞 暮暮于也 同样这些话都很伟大 不过呢 这些话的意思仍然等于在说 非我族内其心地义 它仍然是给那一个的理想啊 加了一个的范围 一个是地狱的范围 四海之内 一个是族群的范围 就是华人或者叫汉族人 大家在今天呢 知道有那么多的民族了 我们就叫中华民族 中华民族 可是在保罗的宣教当中 我们看见基督教所带来的是 四海之外 皆兄弟 我们看到了一个突破了 无论是在犹太人传统的观念 还是在中国人传统的观念 或者是在历史上 任何一个民族的传统的 那个伟大的理想 其实都被打破了 福音乃是传到四海之外 福音不但是名无同胞 物与也 福音乃是到地上的万族 万国 万民 凡有气息的 都是我的兄弟姐妹 凡有气息的 都要来敬拜耶和华 认识那一位耶稣基督 在地上的万族当中 都有神所爱的人 甚至直到今天 唯有基督教 在全世界各族各国各民 当中的基督徒 唯有他们 以兄弟姐妹相称 这是一个 多么 其实是令人惊讶的事 令人惊叹的事 没有其他任何一种力量 没有其他任何一种宗教 没有其他任何的一种文化 跨越了四海之外 跨越到了比名无同胞 更广泛的一个人类的画面 而以兄弟姐妹相称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有许多次的相逢 跟第一次见面的圣徒相会 不知道你们常常有没有这样的感受 有的时候我跟一位信徒见面 从来没有见过第一次见到他 有可能之前在网上认识 通过电话或者怎么样 有可能以前根本不认识 可是常常那一种的见面 有一种就是你知道 你是在跟家里的人相见 虽然你跟他是按人来说 就完全的陌生 就是第一次见面 可是那一种的相会 真的就有一点 好像贾宝玉见到林黛玉的时候说 这个妹妹以前我见过的 对这个兄弟这个姐妹 是在耶稣基督里的 虽是第一次见面 又不像是第一次见面 又好像是理所当然 就应该是认识的 理所当然的就是弟兄和姐妹 因为我们是一主一信一习 甚至有的时候是 不同种族的弟兄对吧 见到一位国外的一位的 一位的基督处 仍然甚至连语言都不完全的痛 可是仍然有那一种的轻易感 这是多么美好的 这样子的相聚 今天上一天 我的一个老同学跟我们联络 也是好多年没有见的老同学 他们夫妇说今天 要到教会里面来参加崇拜 我上一次到台湾的时候 我们特别去台中 去探访一位科老师 去看他 我们在一起分享了很多 我们都很敞开 看到上帝对我们这几年 我们有三年没有见了 然后对我们各自的带领 甚至我们里面的 上帝给我们的托付 以及我们今天的属灵的状态 我们对教会的观察 忧虑 我们个人的生命当中的软弱 后来我们谈了很多个小时 之后他忽然结束的时候 说了一句话 我们这是第几次见面呢 后来就想起来 其实这只是我们第二次见面 在第一次 第一次的见面 是三年前我去拜访他 我们在一起有很深的交流 然后这其实是第二次去拜访他 我们在一起呢 也有很深的交流 我们真的是有一种心心相应 他说我在台湾 我从来没有 从来没有在我的身边 有一个人这么的理解我 我所思想的 我的任性跟你完全的一致 在上帝里面我们的托付 我们的一些的目标 是何等的彼此的安慰和经历 但不过我们只是第二次见面而已 所以在信仰当中 这样的经历 这样的一种关系 这样的一种情感 真的是上帝赐给我们 非常美好的情感 巴克博士呢 在讲到这一段的时候说 他说 当然他反驳那个保罗缺乏 艺术细胞 他说对保罗来说 良辰美景 名胜普及 都算不得什么 他的眼里看到的 只有四上的灵魂 和基督十字架的救赎 而我们很多的基督徒 当我们在旅行 他说很多的基督徒 在旅行的途中 故意不跟当地的门徒联络 为什么 因为我们现在是去玩 我们故意的遗忘福音的使命 因为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就是去看那些东西的 因为现在我们是去休息 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这样 不过我常常会有这种挣扎 我每一次出行在飞 尤其是坐飞机的时候 我常常很挣扎 我要不要跟旁边的那个人说话 我要不要问他有没有听过福音 然后又想 我现在想睡觉 我现在不想想 我现在想休息 我待会儿到了之后 我还在教会里有服事 所以我现在不服事 我现在要休息 我不想跟他讲 所以我经常在那个路上的时候 都有很多的这样的挣扎 到底要不要跟旁边那个人讲话 到底要不要告诉他我是基督徒 到底要不要问他 他有没有听过福音 他有没有读过圣经 如果他有兴趣我就告诉他 我是牧师 那我们聊一聊吧 很多的时候 我好像不想来打扰我自己的 这个旅程当中的 一点修饰也好 我觉得我要有自己的时间 等等等等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困惑 那 同样我想举 论语当中的另外一句话 在论语当中 现问当中 有一句孔子讲的话 孔子说 事而怀居 不足以为事也 事就是士大夫的事 就是士大夫 或者是读书人 或者是知识分子 所以这样的事 如果怀居的意思就是 贪恋他自己的安逸 贪恋他自己的家乡 贪恋他自己的家 贪恋他自己家里的沙发 和宽大的喜梦斯 事而怀居 不足以为事也 这样的人算不上是一个士 算不上是一个知识分子 算不上是一个在孔子看来 是一个追求 一个仁义伦理和道德的人 我们在保罗的身上 我们在耶稣基督 向教会所颁布的使命当中 我们甚至也可以这样子讲 如果一个基督徒 虽然我们有可能一生都住在一个地方 这也是好的 可是如果一个的基督徒 把这里当做了他永远的家乡 他如果不怀念那天上的家乡 如果他不因为怀念那天上的家乡 而怀念在远方的神的儿女 不怀念在远方的 从近处到远处的主耶稣基督的教会 如果他的整个的生活的焦点 只是他个人的生活和家庭的生活 如果他整个的焦点 只是在他自己的这一片的天空和空间 他不配被称为一个基督徒 因为基督徒都是领受了直到地级 见证主耶稣基督的福音的一个天路客 都是领受了一个怀念和向往天上的家乡 的一个在地上寄居的人 我们感谢主在地上的寄居当中 所赐给我们的一切 但是这一切真的不是我们的盼望 所以在这个故事当中 三番五次的提到保罗被捆锁的预言 第二十章以福所的讲道里面 临别讲论中保罗已经提到了 保罗说在各层对吧 都有圣灵的这样的印证 告诉我在前面会有捆绑 在那里保罗就已经说了不止一处 都有这样的预言 那么在这个里面我们再次看到两处 第一是在推罗 到了推罗的时候 门徒们被圣灵感动 就对保罗说不要去耶路撒冷 因为在那里会有捆锁 然后到了该撒利亚 特别是那一个叫雅加布的先知 还特别这一点很有点像旧约当中的先知 有一个很生动的动作 把保罗的腰带拿来捆在自己的手脚 说你也要这样被捆锁 圣灵说犹太人在耶路撒冷要这样来捆锁 这个腰带的主人 所以在各层里面 保罗每走到一个层都是分离与相会 而在每一个层里面 同工们弟兄姐妹们都苦苦的劝他 不要上耶路撒冷 不要上耶路撒冷 因为在那里会有捆锁等着你 事实证明这真是出于圣灵的对吧 因为之后保罗就真的在耶路撒冷被捕 然后直到押往罗马的道路 所以这是这一个故事的中心 我们会看到这个预言是真的 就是保罗将在耶路撒冷受逼迫和捆锁 这个预言是出于圣灵的 但是说预言或因着这一个圣灵的预言来 劝告保罗的人看来是错的 因为他们对保罗说不要上耶路撒冷 为什么会这样呢 为什么这个内容是真的 就是他真的要在那里被捆锁 但是劝他不要去的人却错了呢 因为在这里你会明白预言的真正的目的是什么 甚至在这里你会明白福音和基督教信仰的真正的目的是什么 真正的目的不是趋吉必修 真正的目的不是趋利必害 圣灵告诉我们这件事必要失败 那么是否这件事就不要去做了 亲爱的同志们 不 你还要继续问神的意思是否就是要叫我失败 你明白吗 如果这件事情要亏本 是不是神的意思就是不要做呢 不一定 有没有可能神的意思就是要我去做那一件要亏本的事 而神的旨意呢 是在这亏本之外还有他美好的旨意呢 所以你会发现说如果我们首先假设我们里面的那个叫缺醒的格式 首先就假设人做事情呢 人做决定呢就是要趋利必害 就是要趋凶必急 这个就是你的人生的真正的信仰 这个就是你的人生的所有的选择的真正的动机 那么如果告诉你去了要糟 那我就不去啊 如果告诉我这件事情要亏 我就不去啊 如果告诉我这件事情有危险 那我就不要做啊 因为我里面的真正的那一个信仰 真正的那一个人生的最高的那一个做决定的规则 叫做趋利必害 叫做趋凶必急 如果是这样的话 所有的信仰对你来讲 不过只是一个什么啊 帮助你趋利必害 帮助你趋凶必急的手段而已 然而我们在保罗的身上看到 不是不是不是 保罗做了一个趋凶 趋击 是趋凶对吧 我刚才说反了是吧 对不起 保罗是趋凶 毕了急对吧 而不是趋击呢 毕了凶 换言之 就是如果信仰没有改变你全部的人生目的 你实际上根本无法知道神如何带领你 在你的人生当中去做正确的决定 连预言都不会告诉你 因为预言只是告诉你要发生的事 可是他并没有告诉你 要不要去做 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 如果你开车 你去一个目的地 非常清楚知道你要去那里 而且你必须要去那里 那么如果路上GPS告诉你 前方五公里出现交通堵塞 你不会掉头而去 因为你必须去那里 而那是唯一的一条路 你在那里就算等上堵两天两夜 你也还是会在那条路上对不对 GPS告诉你的那个内容是对的 真的会有堵塞 可是他一点都不会改变你的决定 因为你必须去那里 但是如果你不一定要去那里 如果你是一个出租车 你开着空车 你正在到处的寻找这个要坐车的客户 这个时候前面告诉你前面有堵塞 你马上就转头走了吗 对不对 因为还有很多的路可以走 如果你要去灾区参加救援 新闻告诉你前面发生了踏方 你不会改变你的行程对吧 因为你正是因为那里有踏方 你才要去那里的 那就是你的目的 如果你是警察 你不但不会因为前面出现了抢劫 你就绕路 你反而会赶过去 因为你的目的就是跟这个有关 就是因为那里出现了抢劫 所以你才要去 因为你是警察 你知道你自己人生当中的身份是什么 你知道你人生当中的目的是什么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最重要的问题不是趋利避害 趋吉避凶 而是到底你要去哪里 而是你人生的目的地到底是哪里 如果那里很危险 如果路上很艰难 你的人生的目的地会因此而改变吗 这是信仰给我们的挑战 我们会看到保罗的这一个选择 和这一个的预言 跟耶稣很相似又不相似 我们把整个使徒行传的后半部 保罗进耶路撒冷 或者最后保罗进罗马 跟起初基督进耶路撒冷 来相提的并论对吧 相似是什么呢 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的预言要受害 不断的预言要被捆受 第二 同时这个预言不断的成为别人反对的理由 是吧 耶稣从他第一次告诉门徒 他要在耶路撒冷受害 门徒就不断的反对耶稣去那里 不相似呢 是 耶稣是自己 因为他是主 他自己把这个预言说了出来 这个预言就是福音 就是以色列人千古以来的上帝的那个救赎计划的 那一个必定要实现的预言 他说出来 所以他自己说出来 而听到预言的人呢 不断的反对 希望避免 保罗呢 是相反 是旁边的那些的信徒 不断的说出来这一个预言 然后反对他去 而他听到预言的这一位呢 他自己呢 却如同耶稣一样 他反而必须去走 他自己必须走的道路 我们看到 预言说他要被交在 罗马人的手中 交在谁的手中 在整个信约当中呢 是一个相当彰显上帝的主权 和他的旨意的一个用词 在福音书里面 路加福音和马太福音里面 耶稣对着门徒说 人子将要被交在 人的手里 在另一处他说 看啊我们上耶路撒冷去 人子要被交给 祭司长和文士 他们要定他死罪 有的时候呢 有的时候呢 耶稣是说 他要被交给大祭司 那么你可能会说 那是犹太人 犹大 那个被主的犹大 要把耶稣交给大祭司 有的时候他会说 是他要被交给罗马人 那么你会说 那是犹太人 是大祭司 把他交给罗马人 但是呢 他当他说 人子要被交在 人的手里的时候 他就没有再区分 犹太人跟外邦人呢 如果我们知道 在旧约当中 人的意思就是什么呢 亚当对吧 也就是说 人子耶稣 必须被交在 亚当的手里 要交在亚当的 后代的手里 这里的意思乃是指到天父 要照着他自己的旨意 和善意上帝赋予指在 永恒当中的那一个 拯救我们的计划 被交在人的手里 路加福音二十四章 第七节 说人子必须被交在 罪人的手里 定在十字架上 第三日复活 如果信徒 如果主的门徒 被政府迫害 整个圣经叙述的交点 并不是政府 按着他自己的意思 迫害了信徒 而是信徒 按着上帝的意思 被交在了政府 和在上掌权者的手里 所以这是给我们好大的安慰 亲爱的弟兄姐妹 无论我们被交给了谁 都是交给了主 上帝把他的独生的儿子 交给了罪人 交给了亚当的后代 交在了十字架上 我们为什么不能 被交在这个世界的手上呢 保罗 为什么不能 被交在罗马人的手上呢 保罗 之所以固执 不听劝 执意要去耶路撒冷 被交给罗马人 是因为他相信那一个 被交在十字架上的福音 他相信那一位被交出去的耶稣 已经从十里复活了 所以他也可以被交出去 你也可以被交出去 我也可以被交出去 因为这个不是勇敢 这个是出于信心 是因为基督被交出去 而他在十字架上死而复活 所以保罗在这里不是道德的英雄 而是信心的英雄 保罗不是因为他的勇敢的行为 勇敢的选择而称义 而是因为这个行为和这个选择 背后的信心而称义的 所以什么是福音呢 如果你只是从这个故事当中 读到了保罗的勇敢 他太了不起了 那你并没有读到这个故事当中的福音 并且你也不太可能 从这个故事当中受到真正的激励 因为这会意味着说 我不是保罗 我没有那么厉害 我没有那么了不起 我没有那么勇敢 保罗是特殊材料做成的 我不是 所以你一旦只是看到他的勇敢 你就把他跟你撇开了 他甚至不能成为对你的激励 因为没有人可以激励人对吧 除非在那个人的选择 在那个人的行为的背后 是对耶稣基督的信心 那一个信心所指向的那一位 耶稣基督 才能够激励和改变我们 所以我们需要从这个故事当中 读到的是对基督的信心 他被交给了人 他不是 他不单单是被犹太人交给了罗马人 他也不单单是被犹大交给了大祭司 他乃是被神造着他的慈爱 也为着我们的得救的缘故 被交给了我们这些罪人 他被杀 他复活了 他如今掌管的这个世界 他决定的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件事 他胜过了我所恐惧的一切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怕什么 他就胜过了什么 你怕什么呢 你所怕的一切 就是他之所以被杀的原因 罪恶 黑暗 孤单 死亡 冰冷 冷 哭泣 你所惧怕的这一切 他都胜过了 所以 保罗活在这样的一个福音当中 活在这样的一个信心当中 他领受在这一个福音当中的 他人生的目的地 所以他可以被交出去 他留着那说 你那说说的话令我心碎 不要说是捆绑 就算是死在耶路撒冷 我也必须要去 在苏格兰的历史上 有一位著名的作家叫做卡莱尔 卡莱尔写过一本很著名的书 叫做《论历史中的英雄》 他描绘了人类历史上的许多的英雄 他将他们归类不同的英雄 那在他的这一部的名著当中 他说人类历史上的英雄当中的最高的一类 他认为最高的一类叫做信心英雄 他以路德和约翰诺克斯 为人类的信心英雄的代表 也作为人类到他那个时候是1700年的 就是祖后1700年的教会的历史上 信心英雄的代表 我们可以看一看路德的例子 跟保罗也很相像 1521年的时候 罗马教会决定在沃穆斯召开会议 来审理路德一爱 因为德意志的领主就讲有一个原则 就是期望他自己的臣民 要在他自己的领土上和在诸侯的面前受审 所以罗马的教会就在沃穆斯 德意志的这一个地方召开这个会议 审理路德一爱 虽然然后就传路德道庭 虽然有一位德意志的诸侯 向路德保证他的安全 但是路德所有的同工都反对他去 路德所有的朋友都苦苦的劝他 不要去沃穆斯自投罗王 就怕他去了就回不来 在当时的那种危机的状态下 这是相当有可能发生的事情 并且在历史上是有过先例的 那就是在一百多年前 宗教改革的先行者约翰胡斯 他也同样的是这样被骗去参加会议 罗马教会在一个城堡里面举行会议 叫约翰胡斯来審理他的异端的案件 并且也向他保证他的安全 可是当胡斯一进入那个城堡 立刻被逮捕 之后被判死刑送上了火刑柱 所以路德旁边的人都劝他 你不能去 而路德呢执意必须要去沃穆斯 他去了沃穆斯 在沃穆斯的这个会议上 说出他最著名的那一段的话 就是你必须要用圣经来说服我 我的良心唯独是上帝的话语的囚徒 我就站在这里 这就是我的立场 我一步都不能够后退 因为没有神的道来作为一个说服我的证据的时候 那既不公义也不安全 所以为了我的良心里面的义 也为了我良心的安全 我就站在这个地方 这就是我的立场 之后呢他被判是这个一端其实是成立的 如果那一位的诸侯呢 真的还是履行了他的诺言 悄悄地保护了他 使他逃离出去 之后的大半年的时间呢 他就过着逃亡和逃逃 逃不追捕的生活 那这表明什么呢 这跟保罗是差不多的 这表明两件事情 亲爱的弟兄姐妹 对信徒来讲 我的意思是说 对那些知道自己要去哪里的人 对那些人生的目的地已经确定 不会再改变的人来说 对你来讲 你的人生的目的地 已经确定 绝不会再改变了吗 对于这样的人来说 第一 所有发生在他们身上的苦难 遭遇 都不是由这个世界决定的 而是由那位死而复活的 耶稣基督决定的 如果有一天我会被逮捕 这不是由逮捕我的人决定的 不是因为他们想逮捕我 他们就能逮捕我 若是照他们的意思 他们早就想逮捕我了 主若不许 怎么样 一根头发 都不会掉下来 照着这个世界的意思 这件事早就应该发生了 然而一直没有发生 乃是主的意思 前不久 温老师遇到他自己以前的一位老同学 提到我们教会 才知道 当年教会在受逼迫的时候 上帝也曾经借着 甚至外邦人曾经保护过我们教会 他的那一位老同学就跟他说 说你在秋雨之福教会 对不对 他说你们09年跟政府打官司吗 他说对啊 他说那个时候 我就是政府那边请的法律顾问 他说我告诉他们 你们这个事情做错了 不要弄了 他说08年你们跟宗教局打官司的时候 政府请的也是我 我就跟他们说不要搞 搞这个没意思 然后呢 他说结果到了09年呢 又是你们跟这个民政局取缔你们 他们后来又找我 然后那些门道师的老同学说 他说我跟他们说你们怎么不吸取教训呢 他说你这样子弄不好 他说我跟他们的建议就是 后来他们问我们怎么办 他说那怎么办呢 我就跟他们建议说 找一个台阶下 自己把这个决定撤销了就算了 所以好多年之后我们才知道 上帝有的时候也使用这个 他到现在没有信主的 没有信主的 也会使用外邦人来保护他的交会 对不对 所以如果没有发生 那是主的意思 如果将来若是发生 那也是主的意思 这一点使忠心信靠跟随主的人 得着极大的安慰 不在于在我们的身上发生何事 而在于那事不是被这个世界决定的 若有人要来害我 不是他想害我就害得了 准许可才能够发生 所以准若许可呢 我就默然不愿 因为这本身 这件事情最终由谁决定 这件事本身就是我们所得的极大的安慰 我相信这一点 也就是保罗所得的极大的安慰 第二呢 这意味着说 如果我们能够确信这苦难 患难是出于神的 那么这苦难就有价值 这苦难就有美好的意义 我们就靠着主 我们刚才唱的那首诗歌 靠主无精 纵然敌人大骑假兵 我们却能够靠主无精 为什么 因为你已经确定你人生的目的地 那个目的地比那个目的 走向目的地的过程当中的一切的苦难 都更重要更有价值对吧 如果你现在开车要去一个地方 去那个地方没有太大的价值 而人家告诉你前面有车祸 前面有踏方 你就不要去了 因为那个目的地的价值没有高过走在那条路上的一切的成本 代价和苦难 你就会怎么样呢 改变目的地 所以亲爱的女王姐妹 你的人生的目的地已经确定再也不会改变了吗 如果是的话 GPS无论告诉你什么信息 你都会走那条路对吧 你都会去那个地方对吧 所以对一个确定的人生的目的地 不会再改变的人来说 真正的苦难 不是发生在这条路上的 真正的苦难 是远离了这条路 真正的苦难是远离了人生的目的地 所以如果我们当中有来听福音的朋友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传福音给你们 因为我们相信没有福音就是人生最大的苦难 所以我们会告诉你信福音的路上人有苦难 但是不信福音是人生最大的苦难 我们乃是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这个好消息好到一个的地步 他的意义和他的价值大过了 走在这条路上的一切的代价和成本 如果不是那样 那算什么好消息 那算一个随时可以被放弃的好消息 算什么好消息呢 福音要在你的身上 要在我们的一生当中来显明 我们身上的所有的苦难 我们身上的所有的成本 都不能够大过那个好消息本身 所以他才显明 那是我们人生当中最重要的好消息 对吧 所以 路加的记载表明 他说我们 最后我们便住了口 只说 愿主的旨意成就 路加在这里表明 他也是当初苦苦的劝保罗 不要上耶路撒冷去的同工之一 我相信几乎所有他旁边的人 都是这样的意见 保罗说你们为什么这样痛哭使我心碎呢 这是好难 这是很挣扎的 摩根在谈到这一节经文的时候 他说 他说保罗看重他们的友谊和他们的意见 他也在抵挡他们的这种意见和友谊的力量 以至于他不胜重负快要屈服 令他如此的伤心 他并不是不看重他旁边的同工和信徒们 对他这样的苦劝 他不是不珍惜他们的友谊 这一个的分离令他伤痛 可是他又在抵挡他们的意见 他在里面有一个声音说 愿主的旨意成就 你必须要去耶路撒冷 最后呢 感谢主呢 同工们也放弃了不再劝说 他们只说 愿主的一丝成就 因此呢摩根说 这是一个美丽的结局 这一段故事有一个美丽的结尾 美得令人心碎 然而心碎之后 人就合一 这是一场为了告别的聚会 不断相会 又不断告别 这是流着泪的幸福 这是为了告别的聚会 又是为了将来相会的分离 然后 保罗就踏上了被捆绑的殉道之路 在提摩太后述的二章九节 保罗用一句话表明了自己这样的心智 我相信这是对我们今天读到的这一段经文 最好的保罗自己的心智 甚至是对使徒行传从二十一章之后 直到二十八章最后的这一个篇幅的调子 那就是保罗在那里说 我为这福音受苦难 甚至被捆绑 然而神的道却不被捆绑 从这里开始直到二十八节 就是向我们显明 保罗被捆绑 但神的道却不被捆绑 我们的一生所领受的使命也是如此 纵然我可以被捆绑 然而福音却不会被捆绑 但是如果说 福音要借着你的捆绑来释放 你愿意吗 保罗愿意 不是因为他勇敢 是因为他相信 福音是借着基督的被捆绑 而被成就的 因为他相信基督是被交出去的那一位 福音是借着神的儿子被交出去 而成就的 所以他愿意在复活的耶稣基督里 把自己交出去 我想这也是圣餐的意义 每逢圣餐的时候我们来到主前 你要走这一段短短的路 来到圣餐的桌前 这一段短短的路是否象征着 你的人生的漫长的路 就是你知道 你的人生的目的地是什么 你已经决定要去那里 绝不会再改变 那么就愿你走到圣餐桌前来的 短短的这段路 是对你漫长的人生的道路 信仰的道路 的一个表达 信心的表达 和一个安慰 一个确菌 这是留着内的幸福 每一次的圣餐 也是为着告别的聚会 又是为着相会的分离 我们知道主如今 不与我们在地上同在 我们纪念他的死 就是纪念分离 然而我们盼望相会 就是将来在新天新地 永远的相会 走到圣餐桌前来的人 跟保罗走向耶路撒冷的心 是一样的 所以如果保罗的心 成为你的心 你走到圣餐桌前来 这是为着告别的聚会 经过每一个的主日 我们被猜浅如羊 进入狼群 你会说主日之后 我一周的生活 我的职业 我里面好多的挣扎 困惑仍然存在 主每一个的主日 猜浅我们 大发我们 进入我们六日的生活 他知道我们的软弱水 他要我们七日每逢头一日 再一次来到他的面前相会 每一次这样的相会 都为着分离 每一次这样的分离 都为着相会 而每一个的主日的相会与分离 都指向在天上 永不分离的相会 这就是圣餐 在我们当中的意义 我们一起 因头来祷告 主我们感谢赞美你 你说你离去 乃是与我们有益的 是因为你要 在父的右边 为我们来预备 所以主啊 我们也怀着那样的盼望 我们知道在这个地上 圣餐当中 你与我们相会 你以一种单单 只能凭着信心的方式 在圣餐当中 与你的教会联合 而这联合 乃是指向将来 在新天新地 有意居住期间 你说你要与我们一同作息 主我们感谢你 因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如果缺少了与你的相会 我们就没有办法来胜过 我们生命当中的所有的分离 我们也不愿意离开这个世界 我们总要频频的回首 所以主啊 求你来恩待每一位 走到圣餐桌前来的弟兄姐妹 让他们走上 走到圣餐桌前来的时候 不要回首 也是因着 在他们走着一生 跟随你的道路的时候 不要回首 在离开这一个世界 所带给我们的挟制 捆绑诱惑的时候 不要回首 主求你使得保罗 在你面前的立志 就是忘记背后 努力面前 成为每一位 走到圣餐桌前来的 你的儿女们 心中 所宣告的信仰 和在你面前的立志 主啊求你帮助我们 你若帮助我们 谁能够抵挡我们 你若帮助我们 我们就靠住无精 听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 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 阿们